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用净丝的坚果带出爽脆的口感之后 将充满清甜笋香的香鸡饭 爆炒姜末与起司丝煮制糊化 再香入笋壳里面 运用香草烘烤出丝丝香浓的美味 林顺吉师傅的净丝创意料理就是 香草绿竹清甜饭与坚果绿彩花生芽 现代新书妈爱 来欢迎我们这一位不怕挑战的 林顺吉大厨师 你好 爱真姐好 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林顺吉师傅 现任大饭店餐饮部中餐主厨 最擅长将台湾的在地好食材 做出各式各样的美味创意料理 介绍一下 每次都给我们非常正确 而且非常这个宝贵的营养观念的健康管理师 王秀美师姐 秀美老师你好 爱真师姐好 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王秀美才任台北大学护理讲师 现任慈激人医会健康以及营养咨询 首先要请我们的顺吉大厨师 来告诉我们今天要做的料理 今天为大家呈现的是 坚果绿彩花生芽 这个名字听起来 有没有听到当中有什么玄机 那到底材料是什么呢 好 那我们就跟着一起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坚果绿彩花生芽 材料有 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非常宝贵的这个 就叫做花生芽 可不可以这么大的芽菜 第一次来就来看 人家都不知道这什么芽 对 是我们非常健康的花生芽 台湾之光 台湾人发明的 那个芽菜达人发明的 那你今天要怎么来处理它 下去清炒 那吃起来有爽口的感觉这样子 OK 来 我们要先切紫山药 紫山药 好 是 紫山药 你还要把它切花是不是 对 其实山药的保存 是夏天会不会比较麻烦 如果是夏天的话 我们就是直接用报纸卷起来 放在冰箱就可以了 冬天我们就可以丢在厨房的地上 但是要通风良好 不要潮湿 对 潮湿的话它容易比较 发芽 对 那水开了呢 好 那我现在先把花生芽 放在热水里面先汆烫 因为迫不及待的 很想要吃一口那个花生芽菜 那现在切这个绿芦笋 绿芦笋要先斜刀切 对 斜刀切 那比较漂亮是不是 对 请教一下秀美老师 花生不是大家很怕说 什么黄曲毒素什么东西的 对 其实如果是受到感染 有黄曲毒素 它反而不会发芽 发不出芽 对 像我们发现说紫山醇 对乳癌的治疗非常有效 紫山醇是什么 紫山醇是一种 也是一种植物 现在健保可以给付 但是我们发现说 花生芽含的那个白梨乳醇 竟然是花生的一百倍以上 那这个白梨乳醇发现 对乳癌的这种治疗也很有效果 可能将来会研发成为 二号的绿色抗癌植物 您是说花生芽 发生它发了芽之后 它的那个白梨乳醇的含量 白梨乳醇也是一种植化素 白梨乳醇平常是含在葡萄皮 红葡萄白葡萄皮就大量含有 所以我们常常呼吁说 吃葡萄不要吐皮 好胖癌的 对 可是现在发现花生芽含的白梨乳醇 竟然是高达葡萄的一百倍以上 谢谢我们这一位芽芽芽达人 它发明了这个花生芽 那个要烫多久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捞起来吗 不用 我现在三秒跟绿竹笋一起汆烫 可以节省瓦斯 好 赞 还有我们的银杏 银一起烫 对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都是用罐头的 去除来比较多 那稍微汆烫一下去除它的罐头味 好 所以说那个花生芽菜的那个植化素 它对于抗癌 防癌 乳癌是非常 尤其是乳癌的部分 尤其是乳癌的部分 对 所以说光是这一样东西 就让这个花生芽真的是非常的有价值了 花生它本身因为发芽之后 它的这个营养成分 对我们身体来说很能够直接吸收 对身体可以减轻负荷 因为它含的那个营养素是很高 但是它发芽之后呢 比方说蛋白质变成氨基酸小分子了 那脂肪变成脂肪酸 更利于我们的吸收 然后那个碳水化物变成糖类 所以我们吃这些芽菜类我们的身体负荷会减轻 所以说你吃了一大把花生 你就很怕的就是发胖 是 是 所以它这样子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对 而且我们发现今天师傅准备的也是 好像各种颜色都有 好漂亮喔 今天还搭配的是坚果嘛 对 坚果 好 这是我们的禁食坚果 坚果的营养真的是非常的俱全 对 尤其你看我们说腰子 那个腰果是配上我们的肾脏 它直接可以滋补我们的肾 这样子呢 对 像孕妇啊 那个要哭乳的时候 它也有蜜乳的作用 里面要含铁啊 可以补血 一般我们摄取的量要 是这样一碗会一天过多吗 是比较多了 我们就是它自己一个 抓起来一把手掌的这个 自己的 或者这一个大汤匙 差不多就是这样喔 对 差不多抓起来 我们说食物是均衡社群嘛 不能只靠这些 好 这样子够了喔 好 那今天是因为搭配 所以就没有关系 大家分着吃 看起来颜色又漂亮 然后这马上就好了耶 对 拌炒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里面你看 卤笋 花生芽 银杏 这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但是似乎是这样子的芽菜 是不是某些特定的人 就比较不太能够吃这么多 是 你们讲那个芽笋 它含的这种草酸蛮高的 就是它先 湿度先经过烫 对 而且芽笋那个头的含量会比较多 如果比较有 前面煎的 前面那个煎煎的 那个头就少吃一点 那梗就比较没有问题 这样子可以分啊 是 是 豆类他们也怕说 是不是会影响到痛风 那把那个那层夹膜去掉了 你就没有这个担忧 像碗多肉一层膜啊 对… 发生有个皮啊 就把它去掉 那就可以 就比较安全 安全比较好了 对… 好 现在拌炒好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盛盘了 好香喔 而且你的颜色好漂亮 所以你看这紫山药 就这么一点点 你看就画龙点睛 对 看起来你看色香味 然后后面 它的银杏搭配得非常好 银杏是补脑的 对 它的营养素可以通过 我们的血脑屏障 BBB直接到我们的脑细胞 可以活化 所以我要多吃一点了 好 那我们直接把我们的坚果 撒在上面就可以了 好 好随性的就这样撒一下 对 接下来呢 我们这道料理是什么 香草绿竹清甜饭 是什么的东西 不知道喔 来看一下我们要准备 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香草绿竹清甜饭 材料有 清甜香笋香鸡饭一包 绿竹笋两支 巴西粒十克 枸杞十五克 姜十五克 起司丝一百二十克 调味料有 奶油二十克 盐一小匙 糖一小匙 我们用我们当季的这个绿竹笋 那我们这个香鸡饭里面呢 我们是也是竹笋 那我是用绿竹笋去搭配 让它再加重我们的味道这样子 那下去焗烤 对 台式举口 对 感觉很台 好 那现在先我们这个绿竹笋 是要先前我们就是市场买回来的时候 如果可以买回来先泡水放在冰箱 就是直接冰的话 它可能比较容易老 老 对 那你泡水如果还没煮 先放在冰箱里面 买竹笋也有配方 应该师傅选这个竹笋特好 为什么 它那个是弯曲的 头大大 然后尾巴是弯的 这样避免阳光直射 它的纤维就不会老化 如果阳光直射也比较容易有苦味 苦味 对 那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尽量就是挑选比较 弧度比较漂亮一点 对 那这个绿竹笋我们就是买回来的时候 如果要煮就是我们嘴开煮10分钟 那盖子盖起来焖个50分钟 就熟了 我们是用焖的方法下去让它熟成 好 煮了以后再关火 就不要管它 让它在那边焖 直接用焖的 因为如果你一直煮的话 会把它的甜分都给流失掉 难怪我们在外面吃的 就是比在家里吃的好吃 对 那我们这个是我们有先处理好的 好 那现在就连皮一起 我们先把它剖开 所以说竹笋要好吃要花这么多时间 所以常常有人就懒得在菜市场买 懒得弄 对 现在竹笋是盛产季节 那夏天又到了 那个笋壳如果刷干净我们可以熬水喝 是 笋壳熬水喝干嘛 就是可以清凉之火 那这样子我们不是煮这个绿竹笋的时候 那个水就可以喝了 对 像如果我们熬蔬菜汤的话 我们绿竹笋先泡水 就是让它的泥沙先沉淀下来 它刷起干净直接下去煮 那一锅就可以了 对 焖煮50分钟之后那一锅就可以连壳的就可以喝了嘛 对不对 不是 那壳就熬出来那个味道 那个水分我们比较可以清凉止渴 所以我们说淋厨语嘛 这些食材的皮都要善用 是是是是 而且夏天的东西本来就是会适合这个季节来吃的 对 对 你这样子把它做什么 我先把这个笋肉先挖出来 那等一下我们这个笋盒的话 可以直接把饭香进去直接去 好耶 像做成粽一样 是是是是 对 好 这下我 看起来好嫩喔 对不对 这个应该是 买得好 然后煮得也好 是 我们台湾之宝现在 目前我们都在推广这个绿竹笋 是 对 清凉又退火 然后又干甜 对 那如果说像我们的技术也有到了 就是说让它好像真空包装 杀青之后真空包 冬天也可以吃得到 对不对 对 也可以 那这一道料理中间做的话 就没有这个壳了嘛 但是也可以用笋 就是那个真空包的笋来配香鸡饭 是是 也可以 也是可以喔 对 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请教秀美老师 我们这个香鸡饭可就是饱了 因为在我们还对它没有很清楚的认知之前 认为它只是很适合就是特殊状况 震灾的时候 对 这样一个饭 可是它却有很高的营养价格 是是 因为当初研发就是为了震灾用 所以我们都不加防腐剂 而且它时间保存时间有限 六个月我们一定要把它尽量地推出来 对 对 那我们说现在我们在食营养价 我们发现有第三类的淀粉 叫做抗性淀粉 什么东西 抗性淀粉就是比较难消化 可是又有饱足感吃得不会胖的 所以要减重的人就不妨多吃这类抗性淀粉 像你看米饭煮熟做成寿司 是不是熟了以后冷了做寿司 对 那我们这个消气饭也是煮熟以后 经过特殊的技术处理把它脱水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用冷水泡 用热水泡 所以这个属于抗性淀粉 吃得不会胖又有饱足感 然后又有不同的口味 对 那像一般我们讲香蕉啊 还有煮过冷的那个马铃薯 马铃薯沙拉冷了以后做成沙拉 这些吃都不会怕胖 这些就会产生抗性淀粉 所谓抗性淀粉在你身体 就是不容易吸收的 又有饱足感 不会让你的血糖很快的升高的 那种都有抗性淀粉 那我们的香鸡饭就是有这个抗性淀粉 对 有这个功效 那什么饭没有抗性淀粉 刚刚煮好的香喷喷的饭 我们都说趁热吃趁热吃 测吃血糖 还有最容易吸收变成我们的鸡脂肪 玉米饭碳水化合物 变成糖 然后在身体过多的时候 就变成我们的体脂肪 是 我们现在完全颠覆了我们的那个 以前都趁热吃 现在我们说冷的意大利面 你也是很好 冷的吃就是一种抗性淀粉 比那个热的意大利面更好 是 跟我的妈妈 我现在突然之间饭煮好了 以后告诉大家 千万别趁热吃 等一会儿 是不是 冷饭 冷饭不要把它丢进 冷饭其实更有这个 这个饱足感 然后不会让你很快的发胖 所以香鸡饭有这个功效 香鸡饭有这个功效 太好了 就是刚刚秀梅老师讲的 六个月的保存期限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大力推广 当然就是要保存在仓库里面 一直都有很新鲜的香鸡饭 以备不时之需 突然之间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 因为现在地球暖化气候也不好 那马上就有很好健康的香鸡饭 可以提供去赠灾 可是呢 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帮忙 把它消耗 然后保持它的新鲜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才来推广 是 所以今天这么多的香鸡饭里面 应该都有去尝试过 涉略 对 那么你比较喜欢哪一种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是红豆 红豆草米对不对 对 我也喜欢海带牙沙茶草米饭 但是今天这个笋干饭 我为什么以前很少吃 有一点那个 味道比较浓郁 对 比较清淡 是吗 对 而且那个笋是有一种笋干的味道 但是又觉得好像差一点对吧 对 那今天让它更加强 对 好 你看那个巴西粒切得这么碎 然后还有呢 还有我们用姜丝 姜丝下去爆香 然后搭配我们这个 我们的巴西粒是撒在上面 让它点缀一下 是是是 这个是等一会儿才用的 对 然后还有我们的枸杞 好 对 这个让香鸡饭更营养了 是 其实我们本来以前真的就是误会了香鸡饭 就是认为它这样 这个饭已经用干 那个蔬菜也是干的 就没有营养了 然后其实是它有它的优点 对 我们蔬食尽量就是要多放姜 所以今天师傅也用了姜 很多的姜 对 然后它那个巴西粒就是一种意大利香芹菜 好像我们放爷一样 它也是做一种提味的效果 那我们先用少许的奶油爆香 那有一些朋友是完全不吃奶制品 我们就换油 对 我们可以用沙拉油比较对味 因为橄榄油它有一股比较 比较 你的意思是说 不要算那种特别风味的油 对对 因为会抢的味道 那这个香笋不太合对不对 对对对 尤其笋干的味道 对 那我们奶油千万不要说锅子太热下去 这样子 它会有焦度焦化的感觉 对 那我们只是把那个姜稍微爆香一下 好 但是奶油可以 那你说其他的油的话 就是选那个清淡没有味道的 对对 好 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笋子 加在里面 你们很喜欢用小刀跟小条跟炒菜 用小刀切菜 用小条跟炒菜 因为在家里习惯了 在 在家里习惯 对对对 大厨师都不是拿大的吗 因为工具太大了 太大喔 对对对 好可爱喔 像半大加酒 这样你不会太烫喔 不会 这样不会 那我们的 好 现在再来怎么办呢 你可以直接下去拌炒一下 干的 对 我刚刚一直在想为什么没有泡啊 为什么没有泡香鸡饭 你是用干的 对 这样子我们下去煮的话 可以把笋子的甜味 让饭融合在一起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来加 要用热水是不是 对对对 要多少 大概是1比1.5的比例这样 因为要配合那个饭的量 是 是不是 就是跟我们泡的意思很像 但是它是用煮的 那煮的话 要多一点还是少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1 就是我们的饭是1 那我们的水的比例是1.5 1.5 好 多一点 对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煮熟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把它煮熟之后呢 它会变成 就变成像干饭一样 对 就会比饭再五化一点 好 对 五化一点 那我们再下去焗烤 好 再加一点起司这样 好 那我们就等一下了 好 好 我们先看这个饭 你看 现在煮到它就是变成糊化了 那我们糊化之前 我们先把枸杞加进去 对 所以说就是让它这个饭里面充分的 有了那个笋子的香甜味 是 当然一般的那个非常时期 就香鸡饭直接就泡来吃了嘛 对 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也让它这个库存保持新鲜 所以我们就会激发一些创意 来做一些加一些料 对 对 让它可以吃起来有点变化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开始怎么变模式了 先加一点点起司在这个饭里面 起司 先加一点 对 起司有白肉之称 白肉 对 就是白色的像白肉 那个营养价值非常高 所以它可以取代肉的营养 那有的 有些人喝牛奶就会拉肚子 对 有那个乳糖不耐增 对 可是起司里面 它把那些糖片都在乳汁里面去除掉了 所以可以安心地吃 可以安心地吃 对 所以说如果说是你吃奶蛋素的话 对 那么它其实吃了起司的话 那有很多的营养就不怕说不够了 是的 而且我们这个准子它是高纤维 低热量的 就有饱足感 这是好东西 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那一面 有什么什么什么海的 让你不会发泡 那我们这个整个汤汁收干之后 把饭香在我们的竹笋里面 它是熟的 所以它烤湿只要烤一下下 对 我们只是要让它上色 好香喔 哥 这看起来就很好吃了 那直接把我们的起司 这个 这个有点锅香 我们来洗衣服好了 好 那直接把我们的汤汁里 散在上面 让它焗烤 让它的风味更加的鲜艳 好漂亮喔 好 这算是台式焗烤的 对 来 烤了 烤到表面焦黄 对 有金黄色的感觉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吃了 对 因为我们那个笋壳有我们的饭的热度 让它的风味也可以让它溢出来这样子 对 那我们就等吧 等着吃吧 好不好 香草绿竹清甜饭 做法是绿竹笋煮熟之后对剖 挖出笋子切块 留壳备用 阿西利将切末备用 锅中放入奶油爆香姜末 再将绿竹笋香鸡饭入锅略炒 接着倒入两碗的清水煮至糊化之后 放入枸杞 盐 糖 和起司丝炒匀 接着起锅 香入笋壳之中 再撒上适量的起司丝和巴西利末 然后再放入烤箱中 以250度烤至金黄色就可以了 坚果绿彩花生芽 做法是紫山药切块 绿芦笋切断 与花生芽银杏一起入锅 参烫之后捞出备用 起油锅爆香姜末 放入烫过的蔬菜 清水 盐 糖 炒至入味之后 再淋入少许的香油拌匀 盛盘之后再撒上少许的坚果 就可以了 刚刚大家都说这个很好吃 我们也要赶快来吃吃看 好 这样子炒得 我发觉圣奇师傅 您的料理它都很清爽 然后又维持它的食材的原味 对 然后这个坚果呢 让它就能够增加它的香气 没有负担 要让我们的食材本身的甜味 不要丧失掉 对 如果你添加太多的调味料的话 就会上市原本食材的味道了 对 原来的主角的风味 对 那尤其这个 哇 笋香的香鸡饭 笋干香鸡饭呢 它居然也可以做这样子 有点台味的炸 然后 即使是你热的吃很香 放凉的吃 它还是有这个风味存在 风味还是很浓郁 就吃得到我们笋子的清点 对啊 原来香鸡饭也可以这样子吃 是 好 那我们呢 就来颠覆一下传统 就像顺吉师傅呢 他把这个带有台味的这个 水香的香鸡饭呢 能够做成这样子一种西式的料理手法 那么我相信您也一定有办法 把我们的禁私食品 发挥你的创意 做成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创意料理 好 那么请把你的食谱寄给我们 当然别忘了要附带拍一张照片哦 如果说我们一旦入选之后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推广 我们的禁私食品创意料理 那么您会得到小礼物哦 谢谢 谢谢盛吉师傅 谢谢秀美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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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